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Vac 好久不見了 我是Samantha 今天介紹一下 市場上有兩款新窗 分別是VFC MP5 和VFC MP5K V2 我們手上都有一兩把 可以的話 由Samantha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公司有什麼產品 可以適用到這個MP5系列 因為市面上真的好少 我們就選了幾樣來介紹給大家 第一樣要介紹就是 Mapu推出的NATO 9mm 香港俗稱是底褲 它是扣在彈甲上面 扣在上面有什麼用呢 可以方便把彈甲 從彈甲套裡抽出來 就可以直接把彈甲套上去 哇 這把槍真的好重 可以直接很快捷地套進槍裡 這樣就不需要把彈甲套出來 又要反來反去 找回方位 然後呢 又要把它這樣轉來轉去 拿著才可以套上去 純粹呢 你試一次怎樣可以 勾著 一轉一插 好耶好耶 這樣滾滾滾滾滾 真的非常方便 其實以前這個底褲 多數是給一些長槍的彈甲用 但現在已經去到充風槍 MP5都有了 沒錯 或者9mm系列的槍都可以用到 嗯 這個其實是一個 我覺得幾用 幾厲害的一個產品 幾方便 而且實用的一件產品 又簡單 你猜不到一塊膠 一塊膠 已經解決了 而且又不會像以前那樣 那些人 就這樣拿著一條橡筋繩 或者普通散繩 包幾層膠紙 又要擔心它脫掉 或者會用久了 溶了之後 黏住膠紙痕在彈甲上 黏黏黏黏 會不方便 對 還有我覺得有時候打Wall Game 人一定會出汗 玩這些活動的時候 其實這樣勾著 不會線手 就算多大汗 你濕透 下雨都不會線手 沒錯 重點是它真的膠 它真的膠 它真的膠 你也是膠 是 它的顏色有三種 就是黑色、三色、綠色 方便大家喜歡什麼顏色 做一個mix and match都可以 沒錯 好 講完之後 就要講這個 由High Speed Gear推出的 一個彈甲套 其實以前這一款的彈甲套 多數是有長窗的彈甲才有 但現在已經去到 我們衝鋒窗都有了 方便很多 我們只喜歡玩一些比較 輕型的窗 例如我 因為很重 你知道嗎 長窗多重 衝鋒窗比較上就輕很多 其實這個 很多人就覺得 其實不太穩 其實不是 剛剛阿飛插進去 其實是無法撞出來的 你看到 其實它旁邊是由兩條膠 很硬的 兩條膠條去夾緊它 旁邊就有一個尼龍 再加上橡筋去圍住 你插進去之後 如果你真的很怕它會掉出來 很不安全 原來下面也有一個索性位置 可以讓你再索實一點 還有我們提了一聲 其實有很多朋友都會擔心 這款的TACO 偷著其他款的衝鋒窗 合不合用 例如好像 像MMP MP9 那些可以不可以 都可以的 都是剛才像Saman Fan一樣 它因為這些橡筋大 是可以自己調教的 所以任何尺寸 都可以自動插進去 只要你不要 過分到你把5.56大小的蛋夾 插進去 什麼都可以 有很多朋友 有少許分享 例如玩Speed QB 或者 HIGH CAP的朋友 因為有些長的 HIGH CAP 是蛋夾 他們都會特意買一隻黑色的 放進去 去用的 就是這樣 但為什麼要特意買黑色的 因為那套裝備全部都是黑色 哦 對 所以 其實可以選擇什麼顏色都可以 當然有沙色 綠色 Multicam 灰色 很多色 它都可以用 只不過是因為 始終一玩CQB 在黑暗的情況下 但是黑色 隱藏能力就越高 沒錯 所以那班朋友 一定會買黑色 沒錯 哦 如果你們很害怕 蛋夾掉出來 其實我們都有另一隻 這隻 其實只是加了一個蓋子 有一個扣 幫你 嗯 OK 謝謝 它有一個扣 你放了蛋夾之後 再扣緊 就安全很多 對 亦都說 多說一些資料性的東西 其實有很多朋友都會擔心 喂 加了一個 扣不到 扣不到 其實這條帶 是可以給你自己調校長度的 如果你太長 你那隻夾太長 你就可以拉到最高 這樣可以做 嗯 還有第二件事 其實加了一個 有一個Cover 的話 不會阻礙你拿東西 其實那個Cover 是給你這樣去 然後再去抽 嗯 嗯 吞開就可以了 吞開一點就已經抽到 其實都很方便 是 那怎樣去選擇 究竟用不使用那個蓋子呢 其實要看你自己個人的需要 例如 如果你是玩跑步為主 我們簡直叫Speed QB 的情況為主 我們都不會建議你用 有Cover的Asternal Pixel Taco 我們都會建議你用這個款 嗯 如果你說我是打外套 即是要攀衣洩水 那你又怕它走動的時候 有些因為跳石 跳過那些樹 粗的樹枝 你都很容易 卡走 卡走 那你會擔心這件事 那你就可以 買這個有Cover的TACO 這樣放進去都可以 嗯 就是這樣 好 最後要講一下 Blue Force Gear的一個Sling 這個全名是什麼 這個是Blue Force Gear的UDC Petasling 那其實它有什麼好處呢 我知道我知道 好 你說 這裡有橡筋位 而且整個設計是很長的 我們平時衝鋒槍的一些背帶 其實是比較短身 還有比較幼身 對 所以如果我們有時候 背了很多Gear在身上 戰術背心 彈架 等等 全部都很厚 在身上 其實很難可以扣到下去 就算你放進去 其實你的動作都很不方便 所以有這條Sling的出現 這條Sling的長度是比較長的 它的長度是有多少呢 可以由35吋拉到55吋那麼長 對 好 這樣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它這個橡筋位兩邊都有 那你有時候做射擊的時候 其實這些位置可以讓你移動方便些 射擊的時候比較方便些 還有你例如 剛剛補充多一點點 是 那就是因為這個位置 最重要是讓你自己調校長度 其實我們玩得這些單點式的帶 穿進去之後 預計是剛剛好 那這個橡筋位就方便了 我一上了駁 我上駁的話 我多扯一點點 那我已經是 做到 我 推到我要的射擊的位置 嗯 但是當我放下來的時候 它又不會因為過場 而影響到我們去走動的機會 好 好 那繼續吧 我會加油 好 大家看到這條帶的上面 其實是有一個厚少少的PAT 其實背上身的時候 都會比較舒服 因為其實你的窗也是比較重 那當你有一些軟軟的東西 去墊住 肩膊是會舒服一點 好 還有就是這裡 其實它這個扣是一個單點扣 對 還有它那個 旁邊這些位置做得比較右 平時的背帶可能粗 其實我們衝鋒窗那些扣位 都是比較小的 所以未必是勾到上去 那這些就可以 比較容易地拍下去 不會因為你的窗 那個size 扣的問題而勾不到 嗯 是的 這樣它這個扣下面 其實有一個橡筋位 其實是完全包覆了那個扣 包住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會令到我們 在玩WARGAME的時候 動動不會刮花我們的窗 這個很細心 你不會想到 原來我整個配件出來 是會不小心插花你的窗 所以我就用個橡筋套 去幫你套住我的配件 對 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不想它那麼容易花之餘 其實這個橡筋帶的第二個用途 就是因為 包住那個位置 扣的位置 有一點點 例如你不小心動動了 或者撞到它的時候 它會脫出來 這個橡筋帶 它就是會保護它 就算你按到或者撞到開口位的時候 你都沒有那麼容易掉出來 就是這樣 好 這條Sling 只有一個顏色 就是我們現在手上的 這個MultiCam的顏色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Sling 或者今天介紹的配件 都可以上我們PTS Steal Shop 官網選購 如果對於這些產品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在Facebook或IG Inbox問一下阿肥 好 那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 吃你 吃真 sunshine 吃喔 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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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